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 成都生医院和保健促进局 加强定期体检 一年一生计划所呈现 新加坡防癌协会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志愿性医疗机构 本协会致力于通过公共教育疾病筛查 门诊服务经济援助 疾病研究和宣传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癌症的影响 我们会在演讲嘉宾分享后进行问答缓解 如果您有问题 请随时在视频下方Q&A的部分提交 我们会在问答与谈论时段为您解答 我们将尝试回答尽可能多的问题 在网络研讨进行中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把重要的网址放在聊天框里 那你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点击了解更多 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四位专家 他们将与您分享与乳癌有关的知识 包括乳癌的筛查方式 风险因素 治疗以及饮食护理 在这粉红十月 我们大家都应该重视自己的健康 因为对抗乳癌人人有责 现在让我们欢迎欧冠伟先生 顾天宇医生 陈一玲医生 以及刘子琴女士 接下来我们邀请欧冠伟医生 为我们介绍以及分享 欧冠伟医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肿瘤血液科的高级顾问医师和临床主人 欧医生的专长包括乳腺癌和癌症遗传学 并且热衷于提高公众对乳腺癌的意识 欧医生 谢谢戴威 大家好 我是欧冠伟医生 今天很高兴能在网上跟大家分享一些 有关于早期乳腺癌的问题 所以新加坡癌症协会也跟公众询问了五大常见问题 我们今天一一帮你解答 那首个问题就是乳腺癌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了解一下乳癌的病程 通常乳癌是从乳腺的导管细胞产生的 导管细胞本来就是良性的细胞 可是有时候可能有些病变 病变产生的时候患乳癌的风险也会逐渐的增高 可是到了一个程度后 到清洗其他部分的细胞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乳癌 那这也是为什么乳腺癌是可以筛查的 因为他们在病变的时候就可以诊断出 乳癌的风险因素有很多 有些其实是可以改变的 可是有些却不可以改变 比如说是女性 基因的问题可能月经早来或停经晚来 那许多风险因素是跟磁激素暴露的时间有所关联 可是我们也有很多风险因素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饮酒的习惯 长期不运动 未生孕或者比较晚生孕 或长期吃避孕料 那这些生活方式呢 也都是可以改善 可以降低我们患乳癌的几率 比如说可以喝酒不过量 可以不抽烟 可以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也可以均匀的饮食 或者保持健康的体重 这是我们大家都很认识到的好习惯 对吗 可是有些风险因素是跟年龄的增长有关 那乳癌呢 是随着年龄增长也会有所提高 我们本地人口也老龄化 所以患乳癌的风险也会越来越普遍 特别是40岁以后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年龄越高 我们就会开始需要做乳癌的筛查 那第二常见的问题是 年轻女性患乳癌是否更加具清晰性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乳癌治疗后的生存率 是跟乳癌分期息息相关 那乳癌的分期呢 其实是从第一期在乳腺比较小的时候发生肿瘤 到可能传播到淋发 甚至到其他的器官 可是你可以看到五年的生存率 其实如果是在非常早期而诊断出来的话 它的五年生存率是非常好的 所以及早发现乳癌 治疗后的存活率是比较高 那乳癌的清晰率呢 跟它的类别和亚型有所关 那我们知道每次诊断出乳癌 我们也会问到底他们的雌激素受体 孕激素受体 还有HER2受体到底是什么 如果激素受体是阳性的话 我们叫做Homoreceptor Positive 那HER2受体也是我们要看阳性和阴性的一个分配 那你可以看到差不多80%的乳癌是 可是HER2阳性或三阴性的乳癌可能更具清晰性 那我们如果看五年存活率的话 如果单单以受体阳性和阴性来判断的话 早期乳腺癌最好的生存率是在激素受体阳性的乳癌就会有 可是三阴性可能会比较凶猛 那年轻女性的乳癌呢 通常在诊断的时候 更常见的就是这种三阴性亚型的乳癌 我们也知道他们肿瘤的级别也会较高 当然因为年轻女性通常可能不会做立场的乳腺筛查 所以在发现的时候也可能会比肿瘤会比较大 或淋巴也可能受到影响 那我们现在其实科技和医术比较发达 我们能针对不同亚性的乳腺癌而做新的疗法 那在做疗法之前 我们当然要了解自己的乳房的健康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三大问题就是 早期乳腺癌的常见治疗方案到底有哪些 那其实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大概一般的治疗规则 所有早期乳腺癌的患者都必须做手术 我们这个都应该要了解 那乳房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可能做局部的开刀或全乳的切割 如果做局部的开刀的话 那肯定是需要做术后的放疗 然后我们的叶窝的淋巴也要做一个清扫的手术 如果采样的淋巴结有癌细胞的话 我们通常也会把其他的淋巴结清除掉 可是呢如果我们在诊断乳癌的时候 已经可以触摸到那个淋巴结肿胀的话 那时候我们也必须做全部淋巴结的清扫手术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案也需要您跟你的外科医生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 那我们做那个癌症治疗的话 也取决于那个亚型 我们知道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癌呢 通常是需要内分泌治疗 那如果年轻的女性或者有月经的女性呢 也可能需要接受注射性的打针让月经暂停 那荷兔阳性的乳癌 可能50年前它的生存率可能不太好 可是现在我们有荷兔的靶向治疗 也称为抗荷兔的治疗 比如说Trastuzumab或Pertuzumab 那这种抗荷兔的治疗非常的有效 可是当然需要与化疗相结合 那三一性乳癌通常在传统来说比较凶猛 可是我们都会劝请病人进行化疗 特别在这五年来我们发现在第二或第三期的早期乳腺癌 三阴性的乳腺癌当中呢 我们可以考虑加入免疫疗法 这个也可以让三阴性的乳癌得到根治 那通常许多方面对抗早期乳癌的治疗 需要用手术还有辅助性的治疗 比如说先开刀后化疗 然后再做放疗 如果需要内分泌治疗的话 可能需要吃高达五到十年 那如果需要抗荷兔的治疗的话 通常是跟化疗的期间开始 然后打十二个月 可是我们现在也流行做新辅助性的治疗 在开刀之前做辅助性治疗 比如说在开刀之前给化疗 可是过后呢 如果需要内分泌治疗的话 我们还是会给五到十年 抗荷兔治疗也可以做新辅助治疗的时候给 如果是三阴乳癌的话 我们就在新辅助治疗的时候 也给一年的免疫疗法 所以新辅助治疗改变了我们对乳癌的治疗方案 因为它其实可以用于比较大的肿瘤 或者阳性的淋巴结 这样可以让肿瘤缩小 让开刀也比较容易 那我们知道有些乳腺癌的亚型 比如说三阴性或者荷兔阳性的乳癌 对新辅助治疗的那个反应也是非常良好的 我们能够用新辅助治疗来去测试化疗 还有抗荷兔治疗的效果 特别是如果我们可以在做开刀的时候 发现其实全部的癌细胞在手术当中时 已经完全地消失 这也叫做病理完全原解或PCR 就可以代表长期就是复发的几率比较低 那很多病人也会问 那我们知道现在乳癌的药物都有非常多 那他们有没有列入我们卫生部的 癌症药物清单内呢 或者我们俗称的MOH cancer drug list 所以早期乳腺癌的治疗 其实常用的化疗方案通常都会包含在内 当然我们知道抗荷兔治疗还有免疫疗法 可能费用比较昂贵 这些患者也可以征求我们的援助计划 那当然我们有经济困难的患者 也可以向医务的社工寻求支柱 那做额外的医疗经济援助 我们新加坡癌症协会也设有癌症治疗基金 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得到帮助 但是在得到帮助之前 我们首先需要诊断出乳腺癌 特别是早期的阶段诊断出 那第四个问题 早期乳腺癌治疗有哪些常见的副作用 我可以列出非常多副作用 看起来非常地害怕 有些甚至不是跟化疗、手术、放疗 或内分泌治疗有关 有些女性也可能会有形象问题 失眠、精神困扰或者财务困难 可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癌症治疗的支持性护理有所改善 其实并非每个人都会出现所有的副作用 那我们有整个医疗的团队 其实为您提供支持 所以你要记住跟与他们沟通 那我们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还有新加坡癌症协会 都设有那个癌症康复计划 对于恢复正常非常地重要 那这些康复计划有非常多活动 特别是运动或者其他的治疗 这些我们的专家也会跟你一一地介绍 最后一个问题 乳癌、乳腺癌到底是不是遗传的 那大部分的乳腺癌 其实并非遗传性的乳癌 我们知道在100个乳腺癌当中 可能大约70%到80%是属于 突发性或常规性 那这些乳腺癌需要定期地做筛查 可是有15%到20%的属于家族性 甚至5%到10%的乳腺癌是属于遗传性 这些就需要进一步的筛查 那家族性的乳癌 先要了解家族史 为什么家族史非常重要呢? 因为家族史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患癌风险 那我们知道高达25%的乳腺癌患者 是有乳癌的家族史 那这些家族史可能是姐妹、母亲或女儿 如果他们患有乳癌的话 那一个人罹患乳癌的风险就增加两倍 可是如果是两名紫锡金属患乳癌的话 那个风险就高达三倍 所以了解家族史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风险 可是这风险不一定会是基因而造成的 因为我们知道有阳性的家族史 不一定意味着有一个人有好像缺陷或有坏的基因 这可能是跟家庭成员可能有相同的生活 还有环境因素而有所关联 如果患乳癌的风险较高 我们就需要提高或提早做筛查 比如说如果家族中最年轻的乳腺癌是在40岁的话 我们就要提早5到10年进行筛查 可是不应该在25岁之前 也不应该在40岁之后 那一小部分的男性或女性 也会罹患有风险较高的乳癌或其他癌症的综合症 最出名的就是这位好莱坞明星Angelina Jolie 她就有一出生就患有一个有缺陷的BRCA1的基因的缺陷 造成她患乳癌、软潮癌 还有胰脏癌的几率比较高 如果是男性的话 我们也知道他们也可以患成男性的乳癌 还有前列腺癌 可是我也要劝请大家 我们并不需要害怕 因为大部分的女性其实没有遗传性的乳癌 那最后呢 我们要劝请大家 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患有遗传性乳癌的综合症 那先要与自己的医生探讨 分享您的遗传性的风险 特别是您的家族史 如果你的医生认为是你有风险的话 其实可以让你转接到我们三家政府重组医院的癌症遗传学诊所 那在这些遗传学诊所当中呢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风险评估 做遗传的咨询 还有基因的检测 那我们三家医院有整个医疗团队为您提供支持 所以你们也要记得与他们沟通 所以最后一次我要劝请大家 乳癌是可以更早地诊断出 我们也可以积极地降低我们患乳癌的风险 我们全部支持你 谢谢 非常感谢欧医生的分享 现在让我们邀请顾天宇医生 顾医生是来自新加坡中央医院放射科的副顾问医生 他的专长是乳腺放射学和介入治疗 顾医生交给您 OK 大家下午好 谢谢你今天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 我主要的今天的重点 我会从放射科的角度 与大家分享乳癌的筛查 还有诊断的过程 所以筛查的方法 在放射科的角度来 主要我们是会做乳房X光 可是除了X光 你每个月 我们也会建议你自己做乳房自我检查 所以乳房X光它的用处就是为了筛查到早期的乳癌 早期的乳癌一般平均在乳房X光上面看到的大小是大概0.7到0.8厘米 可是如果你是用触摸找到的乳房的癌症大概会是平均1.5厘米 所以早期的乳房癌症如果我们在X光上面筛查到治疗的时候生存率也会比较高 所以新加坡政府普通风险的女性 我们会建议你从40岁开始做筛查 每年可以做一次筛查 到50岁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收到一封政府的信 提醒你如果还没有开始筛查 就可以开始到50到70岁每两年做一次筛查 70岁以上之后 其实你可以选择性做乳房X光筛查 可是我们还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 每两到三年做一次筛查 OK 所以这次我们谈的是关于普通风险的女性 刚才欧医生也有讲 如果你是高风险的女性 比如说有家庭乳房癌症历史 或者是有基因病变 这些像BRCA这样的因素 就代表你可能是高风险的女性 高风险的意思就是你终身乳腺癌的风险超过20% 所以这些女性你在乳房X光筛查的基础上面 我们也会建议你做其他的扫描 比如说MRI或者是超声波 为什么要做其他的这些检查呢 因为这些高风险的女性一般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诊断有乳腺癌 所以除了要早开始筛查 年轻的女性的乳房的组织一般会密度比较高 所以乳房X光的敏感性就会降低 甚至有一些研究说乳房X光的敏感性只有50% 可是如果我们加上MRI筛查 敏感性就会高到92% 可是不是所有的女性我们都会建议做乳房MRI 我们不建议普通风险的女性做MRI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MRI是很敏感的 是非常敏感的检查 它的假阳性的风险也高 所以有时候在MRI上面乳房正常的变化 看起来也可能像异常 如果普通风险的女性做MRI 可能会导致很多不必要的活检 还有不必要的手术 所以做MRI之前 我会建议你跟你的外科医生 跟外科医生要谈 告诉他你有家庭的乳癌的历史 然后他就会计算你的风险 然后会建议你到底要做MRI 还是继续做乳房X光晒查 所以假如你做了你的乳房X光晒查 然后收到一封信 叫你回到政府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这时候你不要太害怕 不要太焦虑 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也可以导致异常的乳房X光 然后这些是良性的因素 最普遍的有团肿或者是乳房里的水泡 纤维肿瘤 一种良性的肿瘤 或者是钙化 你看到我的屏幕右边 是一个女性的乳房X光 上面的白点都是良性的钙化 随着年龄增加 很多女性其实都会有这种乳房里面的变化 如果有这些异常 你就需要回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进一步的检查可能是放大的X光 3DX光或者做超声波 做了这些检查之后 如果你的医生还不确定 你的这个异常是良性的 他可能会建议你去做活检 活检简单来说 医生会从乳房里面取出一块小的样本 然后把这个样本送到实验室 做进一步的检查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肯定地确定 乳房里面到底有没有肿瘤 或者是良性的问题 现在我会给你看一段小的视频 跟你讲解 如果你要做活检 你可以帮你做心理准备 大概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所以每一年 世界上有很多人会做活检 大概全世界有一百万个人 大部分的时候 活检的结果不是癌症 所以不要太担心 活检是个非常小的手术 不需要开大刀 医生会从你的乳房里面 取出一小块乳房组织 拿去实验室去验 过程中你可能会觉得到一点疼痛 可是不会太严重 活检的方式 我现在我现在会跟你们讲解 大部分的方式是要看你的异常的位置是在哪里 第一步 医生会给你打局部麻醉药 所以不会太疼痛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会睡觉 你会保持清醒 然后医生会用X光 或者超声波 或者核磁MRI 找到异常的位置 扫描了之后 医生会在你皮肤上 切出一个很小的伤口 少过一厘米 然后医生会放一个针管进去 取出样本 做完了之后 医生可能会在你乳房 放一个小的铁片 未来记位置 它的效果就是 如果以后要做手术 你的外科医生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拿出细胞 或者以后的放射科医生 也知道你做了 在这里做过活检 活检的过程 大概是20分钟到一个小时 做完了之后 你不要做剧烈运动 可是可以回到 普通的日常生活 取出的活检细胞 会拿去试验室做化验 然后结果会告诉你的 外科医生 在你下一次的 复诊的时候 就知道结果 就算你被建议要去做活检 或者做完了活检 在这个时段 有很多人会觉得很焦虑 或者担心 可是我的建议是 不要太担心 因为大部分的活检结果 都是良性的 只是少过20%的活检 结果是恶性的 可是以防万一 你诊断了有股方癌症 下一步的扫描 你可以 下一步我们会建议什么扫描呢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我们可能会建议 CT扫描 或者是骨扫描 这是为了检查 看癌症 有没有转移到 身体其他的器官 比如说是肺部 肝脏 或者是骨头 还有少数的病人 我们可能也会建议做 进一步的乳房MRI 乳房核磁 这跟筛展 筛查的MRI有一点不同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 筛查出你有没有癌症 而是看这个癌症 多大 在乳房里面占哪样的范围 还有可以帮助你的外科医生 指导他们的手术方式 还有化疗的方案 好了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等一下子 如果你有对乳房扫描 或者是筛查有问题 我会尽量回答 谢谢 谢谢顾医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陈依林医生 陈依林医生 他是乳兰医院的 五线外科主任 陈医生交给你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陈依林医生 来自于乳兰医疗园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关于乳腺癌诊断 和治疗的方法 刚才我们的同事们 乳医生和顾医生 已经跟你们分享了 有时候 病人会去做 X光筛查检验 而报告有时候 会有一些异常 例如说 有小白点 乳房的肿块 抑制团块等 那我们如果看到 那些情况的时候 我们都会做一些活检 抽一点样本 来看细胞到底是什么 其实乳腺癌 比我们想象中 更常见 13位女性当中 会有一位 会患有乳腺癌 这表明着 我们当中 其实都会认识一些 朋友们 家属们 或者同事们 患有乳腺癌 乳腺癌的类别 分别为 静润性导管癌 这是最常见到的 大概80%的病患者 是有这个 静润性导管癌 那大概 10到15%的病人 是有静润性小液癌 它的分别的不同 就是 一些是从导管而引起 有一些是 从小液而引起 比较罕见的是 炎性乳腺癌 和液性 或 恶性液状癌 刚才 欧医生也有跟我们 谈论到 乳腺癌的压性 我们会看到 雌激素 受体 黄体酮 受体 或者喝凸受体 从而引导 我们 治疗的方法 那通常如果是 初期的 乳腺癌的话 我们都可以做 薄物 手术 或者乳房 切除手术 我们也可以做 乳房 切除 与重建的手术 乳腺切除手术 如果我们要 重建的话 可以直接放 乳房的 植物 植入物 也可以放 皮瓣的重建 这五到十年来 其实乳腺癌 的手术 也竞争了很多 所以我们如果要 做 我们如果要做 薄乳手术 之前 二十年前 如果要 拿大约 二十八仙的 乳房 肌肉的话 会有很坏的 畸形 可是现在 有了更高的 进展的科技 我们可以拿 大概到 五十八仙 的乳房 体质 也可以保住 乳房的 样子 所以我们 更可以做 薄乳的手术 动手术的时候 乳腺癌手术 不单止 包括乳房的手术 也包括液卧手术 这包括了 如果手术之前 没有看到 液卧里面 有淋巴 肿大 或者有异样 我们就会做 前烧 淋巴结 活检 在表明着 手术的时候 我们会先注射 一些蓝色的液体 进入到 乳房的肌肉 那手术的时候 我们先检验的 就是淋巴 我们会把那些 先变蓝色的淋巴 拿出来 拿去做冰冻 切片 看一下里面 到底有没有癌症 如果有癌症的话 那表明着 有可能 全部的淋巴结 都有可能 患有癌症 而我们会把 全部的淋巴 切除 如果它没有 受到影响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进一步的 做淋巴切除 可是有些病患者 起初 动手术之前 已经看到 淋巴有一些 一样或者已经 有了 淋巴 有癌症 我们就会把淋巴 完全地切除 如果需要把淋巴 完全地切除的话 大概有10到15%的病人 会患有淋巴水肿 通常我们会建议 病人要做 淋巴的按摩 穿压力袜 来帮忙 减轻淋巴水肿 这近五年来 我们也可以做一些 淋巴管 静脉吻合术 来避免 或者缓和 淋巴水肿 如果我们说 乳腺外科医生 是双手 那么乳腺护士 就是我们团体的核心 他们帮忙 我们的病人 在做术前的咨询 常常我们的病人们 会有很多问题 想要询问 或者他们有 心理上的负担 我们的护士 会在那边辅导他们 他们也会做 伤口的护理 也会帮忙做 外科流管的管理 乳腺癌是需要一个 多学科团队 来帮助管理 乳腺癌病患者的 所以有很多 好像诊型外科手术 医生放射科 肿瘤内科 医生团体 来帮忙 他们经过这一段路 欧医生也有跟我们谈到 我们其实乳腺癌的病患者 是有良好的生存率 他们的生存率 是跟分期来看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早期 就是07、17或27 发现到而治疗乳腺癌的话 那它的生存率高过90% 如果在07发现的话 还很靠近100%的存活率 动手术过后 我们会有一些辅助的治疗 例如电疗、荷尔蒙治疗、化疗和靶相治疗 如果病人需要做薄乳手术 或者手术之前 那个肿瘤是非常大的 或者淋巴有受累癌症 病人就需要做电疗 电疗是一种局部的治疗 我们使用高能的射线 来破坏癌症的细胞 是针对一个治疗的身体的部位 这是一种无痛的治疗 短期的副作用 经常是稍微的肿胀 或者会有皮肤的病变 类似于晒伤 刚才欧医生也有跟我们谈论 荷尔蒙的治疗 这是针对磁基阳性乳腺癌患者 是用于防止复发 是一种口服的药 有一些稍微的副作用 可是它很好地可以避免复发 化疗是一种静脉治疗的全身治疗 它用于杀死癌症的化学物质 常常病人可能会说 他们会脱发 或者有疲劳的现象 有些人会有呕吐 便秘或者口腔有溃疡 其实乳癌的化疗 常常会导致到脱发 可是化疗完成过后呢 大概六个月后 病人就会开始重新长回头发 最后一项辅治治疗 是靶向治疗 用于喝突阳性的乳腺癌患者 这也是一种静脉的注射形式 比化疗少一些副作用 也很有效地降低复发风险 乳癌病患者常常会说 他们走过这一段路很不容易 可是他们走过这段路通常是有着家人 朋友们的扶持 也有社区的扶持 在每一家医院 他们都会有组织乳腺癌支持小组 那新加坡癌症协会 还有乳腺癌基金会 都经常有乳腺癌支持小组 定期的会面 来给予刚刚患有乳癌的病患一些支持 每一家医院也有他们的临床护士 来给予这些病患者一些心理上 或者生理上的一些扶持和指引 有需要的话 他们也可以向医务社工 表示他们需要一些扶持 周围的宗教团体也会帮忙 这是国家医疗保健集团的乳腺癌扶持小组 今年10月 他们也刚刚有一些catwalk 或者好像新年的时候 我们会有聚餐 圣诞节的时候也会有聚餐 这是乳腺癌基金会举办的粉丝 粉红丝带行走 也有他们龙舟比赛 也有很多社区活动 让每个人知道 我们可以更好的照顾我们自己 也对乳腺癌更有意识 更知道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 去做筛查检验 各个的团体 还有医院也经常会有 好像乳房医师月的讲座 或好像今天的讲座 让你们更加了解 如何去照顾自己 记得要做乳房的自检 早期发现可以挽救生命 谢谢 非常感谢陈医生的分享 接下来我们还有刘子琴女士 刘女士她是新加坡防癌协会的 首席饮食治疗师 刘女士你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所以我今天我会讲 关于营养跟乳癌的预防 我今天会带大家看过 这个美国癌症研究所 他们在看过世界性的研究报告之后 他们总结了这十个 可以预防癌症的一些饮食 或者是生活习惯的一些建议 所以第一个她会讲说 我们要保持健康的体重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肥胖 其实是跟很多癌症的都 它会造成很多癌症的风险都会增加 然后它跟乳癌是 其实是很息息相关的 所以如果你身体里面的 脂肪率太高的话 它会导致很多新陈代谢的问题 你会有比较多的慢性炎症 然后你会有比较多的 胰岛素的主看 这些都是会提高你 患慢性疾病的风险 然后癌症是其中一个 那一些研究也 我们也看到讲说 如果你是在你成年之后 你的体重一直在增加 身体的脂肪过多的话 它也是会增加你患乳癌的风险 尤其是在你停经之后 那风险会更加的增加 那我们所以体重管理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体重 是不是在正常的质量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计算 你可以用你的体重除去你的身高两次 那拿到这个号码 如果是在18.5到22.9之间的话 那你的体重就在正常的质量里 那如果号码越大的话 那就代表你比较超重 或者你是在肥胖的范围里 但是BMI它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体重是在什么范围 它没有告诉我们你的身体的脂肪 是不是脂肪跟肌肉的比例 是不是正常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算一算 的是你的腰臀比 所以你只要量一量你的腰围 除去你的臀围 风险的话 如果号码是少过0.8的话 那是比较好的 就是说你的体脂肪应该会是比较少的 那如果号码比较大的话 就是说你的腰围可能会比较大 那也是代表讲说 你身体里面的内脂肪 有可能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第二个建议它叫我们要多运动 运动一部分可以预防肥胖 一部分是因为给乳癌的预防的话 运动其实是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胰岛数 所以它可以有效地比较预防一下乳癌 所以建议是每一周 我们要做150到300分钟的 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所以中等强度 你怎么知道你的运动强度是多少 所以你知道是在运动的时候 你有一点点喘 你可以说一些简短的句子 但是你没有办法唱歌 这就是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 除了有氧运动 我们也要做一周两次的力量锻炼 要focus身体不一样的肌肉的训练 手部 肚子 脚部都要有一些力量的锻炼 然后第三个建议它叫我们吃一些 实行一些植物性的饮食 这叫 意思是讲说你要多吃全脉五穀 要吃多一点蔬菜水果跟豆类 这些都是植物类的食物 那植物类的食物通常都会有比较丰富的营养 有用的营养 像是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 抗氧化剂跟植物 化学物 那虽然是讲说吃植物类性的食物 是比较有效的可以预防癌症 但并不代表讲说你必须要转去吃树或者吃灾 你只要是讲说你的饮食里面有三分二到四分三 是从植物性类的食物来的话 那它就可以有效的给你一些保护 所以通常我们讲说你要吃健康的话 我们就会用我的健康餐盘拿来教大家 怎么吃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均衡的饮食 如果你看着这个健康餐盘的话 你会发现到其实四分三的食物 其实都是植物性 植物的 从植物的来源 所以如果你跟着健康餐盘来吃的话 这样我们就其实已经是 就已经在实行这个预防癌症的饮食方式了 所以我们要确保你的饮食是均匀的 我们无骨类的 我们要选择比较优质的骨类食物 所以要多吃一些像是全麦类 糙米 麦片 全麦面包等之类的食物 那蛋白质 我们要选择比较健康的蛋白质 吃多一点瘦肉 可以多一点点白肉 那我们要选择比较多 比较天然 比较低加工 少添加物的食物 第四个建议 它叫我们不要吃太多的红肉和加工肉类的食品 那加工肉类的食品是像是那种像火腿 午餐肉 熏肉 香肠之类的这些食物 因为里面我们已经知道讲说 它有一些添加物是可以造成癌症的 尤其如果你用这些用很高温的方式 拿来喷调这个加工类的食品的话 你用BBQ 你把它煎到它已经超大 这些它都是会影响到那个癌症里面的致癌物会更加的增加 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讲说 一个安全的限量来讲说你可以吃多少 所以建议是讲说尽量避免 或者真的要吃的话 吃一些不要吃太多 那红肉的话 因为红肉如果是新鲜的肉 没有太多的添加剂的话 它还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 它很高 它里面有很多的铁 它里面有一些维他命B12 它是很优质的蛋白质 这些都是会帮助我们吸取到很好的营养 也可以预防像贫血之类的问题 所以还是可以吃一些 建议是讲说一个星期不要吃超过500克的红肉 所以第五个建议是叫我们不要喝太多高糖的饮料 所以这些高糖的饮料通常它就是高糖 然后有很多的卡路里 但是没有太多的营养素在里面 所以如果喝太多的话 那就会增加你肥胖的几率 一到你变成比较肥胖了之后 那你患癌的风险就会增加 所以建议不吃太多的添加的糖 所以如果照这健康饮食的指南来说的话 会讲说你一个 我们一天我们那个 从糖的摄取量不应该超过 我们中卡路里摄取量的10% 转换过来说的话 就是一个人通常 你就不要吃超过 差不多8到10茶匙的糖 你吃少过8到10茶匙的糖的话 还算是可以的 那如果能够进一步减少到 每一天吃少过5个茶匙的糖的话 那会更好 所以不喝糖 高糖的饮料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些比较健康的饮料 白开水还是最好的 那不然的话 你就可以选择其他无碳饮料 像是不加糖的茶 咖啡 或者一些花茶 蔬果片 泡水之类的饮料 第六个建议 它叫我们不要使用太多的快餐 还有其他高脂肪 高精致淀粉跟糖的加控食品 第二的 就是这些食物他们通常都是因为加工太多了 这样他就把重要的营养素 我们说的那些维他命啊 矿物质啊 那些纤维啊什么 这些大多数都会丢掉了 然后剩下的大多数是糖啊 然后脂肪啊 然后就它的卡路里会比较高 所以吃太多的话 也是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第七个建议的话 叫我们限制酒精的摄取 因为酒精是已经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一个致癌物 尤其喝酒的话 其实会增加乳癌的几率 它也会增加乳癌复发的几率 所以如果是要预防癌症的话 那就不要喝酒 那如果你还是选择喝酒的话 我们就不可以过量 所以for女性的话 一天最多一份 那一份是代表一瓶的啤酒 一罐的啤酒 或者半杯的葡萄酒 白葡萄酒 红葡萄酒 那个韩国烧酒 都是在这一个category里面 那如果是烈酒的话 那一天就不可以超过35毫升 第八个建议是讲说 不要用营养补充剂拿来预防癌症 我们还是鼓励吃原型食物 因为它里面的营养会比较均匀 然后这些营养可以比较容易被吸收 也比较容易一起做工 来给我们的身体比较好的益处 那如果是营养补充剂的话 它通常是单一的营养物质 吸收率比较低 然后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其实还没有找到 有哪一种特定的营养是可以 特定的维他命或者矿物质是可以消除癌症 或者是防止癌症的复发的 那其实有很多研究他们反而发现到 你如果补充大量的补充剂的话 它可能会带来更不好的问题 像是有一些会造成癌症风险增加 或者造成其他的死亡率增加 那只有在你已经被发现到 你有一些营养缺乏的情况底下 那医生才会开一些营养补助剂给你 第九 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 那我们会鼓励妈妈们喂养母乳 因为如果你有喂母乳的话 那妈妈自己本身患乳腺癌跟卵巢癌的几率 都会比较低 宝宝将来肥胖的几率也会比较低 第十个建议 患癌后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就跟着健康饮食指南拿来吃 就是说你如果是好好的 没有吃东西的问题 你吃得很好的话 那我们就根据健康饮食拿来吃 那如果你因为生病 或者因为一些治疗而吃得不好 有兔、有蟹、嘴巴、有奥瑟 胃口很不好 这样你就不一定需要讲说 硬硬要跟着这个健康饮食指南 可能你医生会会建议你吃一些 你听起来可能不大健康的食物 你这样多吃一些炸的 还是讲说吃一些炒粿条 什么少吃一点菜 什么之类的 听过去不是很健康 但是重要的是可以吃得好 让你比较有力 然后也可能不会需要到延迟或者停止你的治疗 所以刚才那个是他们 他们很建议的十个防癌的一些饮食指南 那针对乳癌本身的 他们也有另外一些发现 这讲说如果你吃到比较多高胡萝卜素的食物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降低患乳癌的风险 尤其是刚才硬性那种比较危险的乳癌 那如果我们要拿到高胡萝卜素的食物的话 你就吃一些颜色比较亮的一些食物 像是找一些橙色的食品 红色的食品 黄色的或者深绿色的食品里面 通常都富含比较高的胡萝卜素 另外一个发现是讲说 吃比较多钙质的女性 通常患乳癌的几率也会比较低一点 而且在我们年龄大了之后 保持骨骼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多吃一些富含钙质 和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低的食物 所以钙质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一些低脂的乳制品 一些像是那个 芝麻 芝麻 然后一些豆类之类的食品 或者一些小鱼 我们可以把骨头吃进去的小鱼 像是沙丁鱼 像是酱鱼仔这一些 或者可以从一些像是豆干 豆腐 或者加盖的豆奶里面摄取到 维生素低的话 也是可以找一些已经有被加入 维生素低的食物 或者吃一些深海鱼 三文鱼之类的 但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 出去外面晒一晒太阳 每一天出去晒个15分钟 20分钟的太阳 选择比较早或者比较晚一点的太阳 这样子它的紫外性不会太多 这就是我的分享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这张照片其实是我们SCS癌症康复中心 在NCCS那边的康复中心 所以如果是讲说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癌症患者 然后你有一些肌肉疼痛 或者一些淋巴肿 还是你会觉得很虚弱 但是你想要开始运动的话 那你可以叫医生 介绍你来我们的癌症康复中心 我们会有专业的癌症运动教练 教你们怎么开始做运动 谢谢 非常谢谢子晴的分享 也谢谢其他三位医生 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然后在今天的讲座之前 我们其实有收到很多关于乳房自我检查的提问 那现在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解答 首先我们收到的第一个提问就是 我两个姐姐都有乳癌 我今年七十岁 我属于高风险族群吗 那我们有请欧医生来回答 谢谢你的问题 所以其实乳癌是女性当中最普遍的癌症 平均岁数通常是在六十到六十五岁之间 那如果有两个姐姐患有乳癌的话呢 当然我们自己患乳癌的风险会比平常人高一到两倍 可是因为现今已经七十岁了 我会觉得我们就做定期的乳腺癌筛查 当然我也会问这位观众的姐姐 到底患乳癌的岁数到底是什么年龄 如果岁数特别是少过五十岁的话呢 我也会想询问一下 到底那时候有没有征询一个遗传学的医生 做一些经营的辅导 那家族的女性也应该在最年轻的妇女 患乳癌的五到十年前做乳癌的筛查 可是不可以在四十岁之后 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和刚刚那个其实挺接近的 就是说我现在是四十岁 我也没有乳癌的家族史 我需要注意什么吗 那现在请陈医生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 这就是如果这位女士 她今年四十岁 没有家族的病例的话 那她就属于普通的那种风险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根据新加坡政府的 的recommendation 就是我们从四十岁以上 就每一年做X光筛查检验 到了五十岁以后 就每两年做一次 谢谢陈医生 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收到的是 我的经期多久后才能做乳房自我检查 和乳房X光检查 不知道顾医生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好 所以乳房自我检查 其实我们是建议 月经七到十二天之后做检查 因为跟着你的月经 你的乳房的这个密度 其实也会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七到十二天之后做检查 可是如果你觉得很难记得这个日子的话 其实你什么时候做都可以 最后的重要点就是 做自己乳房检查 比没有做要好 然后关于乳房X光筛查 其实你在什么时候做都OK 跟你的月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你去你的政府的诊所 去订你的appointment 什么他给你的日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OK 可以继续去在这个给的日期上面 做你的乳房X光 好的 下一个问题是 我现在在进行乳癌的治疗 那有什么方法能够缓解乳癌治疗的副作用吗 不知道子琪从营养方面的角度 有什么可以建议的吗 缓解乳癌的副作用 通常如果是从营养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 当然我是营养师 所以我只是看吃东西方面的副作用 所以如果是讲说你想有呕吐啊什么之类 有呕吐想做呕之类的副作用的话 我们会说如果很严重的话 可能需要吃药拿来让那个呕吐可以控制 这样我们才能够吃东西 但如果你没有办法一次过吃很大分的食物的话 我们会鼓励是讲说把那个食物拿来分开吃 少量多餐 然后可能也不要吃到过游的食物 因为过游的食物可能会弄到你更容易做呕 可能会在做呕的时候 我们吃一些比较干一些的小零食 像是烘干的面包或者饼干 不要太油的饼干 你来慢慢咬一咬 这样有可能它会帮忙控制一点那个作呕 那如果是讲说你的副作用是 可能有凹色 嘴巴又溃烂的话 那通常我们会说 你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吃太过烧太过辣的食物 然后因为那会弄到更痛 然后可能一些冷的东西 拿一些冰冻的水果之类 喝一些冷饮 它有可能会帮忙控制那个疼痛 谢谢子琴 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其实蛮相关的 一个是说男性会患乳癌吗 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母亲是癌症患者 那会不会遗传给男性的胎儿 那请问哪位医生 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可能就回答一下 那男性其实是有乳房组织的 那乳房组织当然也可以产生癌细胞的病变 可是男性乳癌其实在 因为男性在医生当中呢 可能患乳癌的机会少于1%以下 可是当然如果是有一些 遗传性的综合症的话 比如说BRCA2 那他们患乳腺癌的几率可能会高达8% 可是跟普通女性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低 所以无论如何男性患乳癌的几率 并不会是很高 可是如果家族史是非常的可疑的话呢 当然我们也会劝请患乳癌的那位母亲做 基因的检测 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遗传性综合症 并不是男性就不会受影响 其实男性也可以遗传到 那个有缺陷的基因 那这些有缺陷的基因 有可能也会造成其他的癌症 比如说BRCA2就会跟前列腺癌 还有胰脏癌有关联 那这些也是男性可以产生的癌细胞 然后我们也知道男性也能生而育女 所以如果一位男性也有那个基因的缺陷的话呢 那日后如果他有儿子或女儿的话 他也有可能会遗传到下一代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因为性别而 就觉得说不去重视 谢谢威医生 那很多人也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如果我在我的乳房 发现了一个硬块 它既不痛也不痒 那我是不是需要去做检查 是不是如果检查了之后 需不需要做手术把它拿掉 那这个问题 陈医生来回答 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问题 也其实有一些女性 她们有了硬块 她们觉得既然不疼痛 我也不需要把它切除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如果你真的摸得到一个硬块 它大概至少是1.5厘米以上 所以它是挺大的 我们就应该进一步的去调查 看一下它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X光的筛查检验 还有超声波 做了过后 我们就可以 你就可以再去看 去复诊 跟你的手术科医生谈到底是什么 因为有时候它可能就是纤维流 有时候是水泡 而是一些良性的肿瘤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动手术 可是假设说它看起来有些异常 有可能手术科医生就会建议你去做一些穿刺的活检 也有可能过后需要进一步的动手术 如果是高风险的或者是癌症 那可能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手术 把这个东西切除 谢谢陈医生 那刚刚也有位医生提到的 就是不乳会 其实降低乳癌的几率 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基本上因为你喂母乳的时候 你身体的那个磁积数会比较低 for一个比较惨的一段时间 所以你暴露在给磁积数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降低乳癌的几率 明白 那有人在问说 我现在在接受这个乳癌的治疗 那我可以运动吗 如果运动的话 哪一些是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 以及运动的强度 如果你是有在接受这治疗的话 那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你的整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讲说有些人 因为大多数疲累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运动其实是可以让你的疲累的状况比较好一些 只是如果你在 因为通常我是在化疗的时候 你在化疗的第一个星期可能会特别累 那你就会 我们就会鼓励做一些比较轻微的运动 所以你比较好第二个星期或者第三个星期的时候 人比较舒服一点的时候 那可能就可以提高一些运动量 所以单单是一些走路 都可以算是一个在你感觉比较累的时候 都可以算是一个蛮好的运动的 明白 我觉得这个我深有体会 我刚第一次接受化疗的时候 直接被打趴下了 需要做轮易出行 但是在渐渐的你习惯了一些副作用 以及它的这个规律了之后 你可以逐渐加入一些散步 或者是更高强度的比如慢跑快走这样的活动 其实在外面走一走对身心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有另一个问题是说 我今年69岁 我去年做过Memogram 但是检查后没有问题 可是我家里有家族史 那我需要继续每年follow up这个Memogram吗 顾医生 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只是想你去年做了乳房X光 然后有可疑 进一步的调查没有问题 最可能的是因为他做了进一步的检查 发现应该是有良性的乳房变化 造成你的Memogram上面的可疑 所以你这个Memogram已经算是正常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建议是你可以回到政府建议的这个筛查的这个 schedule 所以如果你是69岁 下一次的乳房筛查就会是在71岁 70岁以上我们也会建议每两年如果你可以的话 然后要继续筛查 特别是如果你的姐姐有乳房癌的病史 你可以继续做筛查 为什么我们建议70岁以下是更需要做这个乳房筛查 是因为如果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诊断到早期的乳癌 然后治疗做完手术 你的剩下的生活就会剩下在老年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没有癌症的这个年数生活可以享受 可是我们建议如果还是70岁以上之后 有机会的话还是要继续做筛查X光 好 谢谢顾医生 这边我们有最后一个问题 其实我看这是一个非常个体的一个问题 他问到说我将会在11月18号做左乳的切除手术和淋巴切除手术 然后他想问说他有没有必要把没有患癌的右边乳房也切除 以防日后会患癌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医生告诉他 如果在手术中癌细胞清除的不干净 他还要进行一次基因检测 然后再给他其他的药物服用以降低乳癌复发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细节需要了解 然后但是有没有医生可以给他一个大概的建议 或者是就是一些知识的分享 特别是关于就是需不需要把没有患癌的那边也切除 我觉得常常大家都有这个疑虑 所以我想我跟其他医生都常常会面对这个情况 就是有很多患癌的妇女可能会担心会有第二次在另外一边的乳房复发 而选择一次过把两边的乳房也都切除 可是我们有就是数据跟我们说 做无谓的开刀手术其实是不会影响到长久的生存率 特别是如果是没有遗传性乳癌的那个风险 当然这是很个人的意见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跟自己的开刀医生去做个讨论 如果真的是希望要做另外一边的切除手术的话 可能要进一步的了解到底是不是有遗传性乳癌 可能需要做个就是遗传性的基因的检测 如果真的是需要的话 发现到有阳性的遗传性的这个基因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也需要问到底选择到底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是选择做进一步比较紧密的筛查 比如说用MRI 可能也用药物来避免在另外一边的乳癌复发 不一定是要一次过做两边的手术 一个人的心灵的状态也是非常的重要 可能在一刹那间可能是不可以做决定 可能也需要跟诊情科医生谈一下到底有什么选择性 最后一个就是他问的问题 就是开刀过后他的医生说可能是需要做基因的检测 这个基因的检测以我看来可能不是遗传性基因 有可能是用那个乳腺的那个肿瘤去做那个检测 去看到底复发率是如何 需不需要化疗或者可能只需要做就是内分泌治疗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位病人有什么疑虑的话 可能要跟他的那个医生还有那个就是讨论一下 不要轻易地做一个决定了 非常感谢 那我看今天似乎就没有再更多的问题了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除了在网上搜索之外呢 可以多多跟自己的医师讨论 以及也可以参加新加坡防癌协会 以及乳癌基金会的各种活动 他们都会定期举办一些医生的讲座 以及一些知识小组 然后知识小组的一些过来人可以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当然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10月是一个乳癌疫10月 如果您想为乳癌疫10月尽一份力 您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活动 我知道这个新加坡防癌协会有一个X光检验援助金 所以请大家可以到防癌协会毕山诊所 然后持有您有效的橙色或蓝色CHEST卡 去进行乳防X光检验 然后如果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可以到新加坡防癌协会网站去搜寻 然后乳癌疫10月筹款活动 有Breast Cancer Awareness Fundraising on Giving.SG 今年新加坡防癌协会与全国志愿服务 与慈善中心简称MVPC 合作在Giving.SG平台上为乳癌有关的机构筹款 让我们齐心协力为乳癌疫10月筹款 在此我们需要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癌症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乳癌基金会 成都生医院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 新加坡保健促进局作为我们的支持单位 以及我们的赞助商EstraZeneca 我们到了节目的尾声 谢谢您 请帮我们填写反馈表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